兴洛宁成堂正在热播中 少典友情已经复活了 青葵与叶潭都已经找到自己的意中人 但是他们双双花的身份也快要揭开了 而揭开他们身份的关键人物就是胡衰 胡衰本是冬秋族里的一颗香菜 被青横用鲜水灌尬而化成人形 修炼成仙 冬秋族乃是龟须花族 有一颗圣树叫地脉子汁 根深入海 竟以混沌围绕孕育出一朵可吸清吸着的双生花 而它是可以打开闺须的钥匙 而胡衰生长在他的旁边看到了一切 他看到双生花开花后脱离地脉子汁 看到天界与沉渊为了毁灭地脉子汁而灭了全族 而他是唯一幸存的那个 胡衰隐瞒身份 胡衰像青横隐瞒自己就是那株香菜的身份 到底是为了什么 看懂胡衰狠心拒绝青横的照顾与爱意 才明白他想要蔑视的决心 胡衰隐藏身份留在天界 一方面是害怕被天界知道自己是东丘族而灭口 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到聚灵神灯拯救族人 但是他所做的目的不仅仅如此 东丘族生长在充满混沌的龟须 而被认定为是有罪之族 全族被灭 所以他想要找到双生花 让他们释放花灵之力来毁灭神界和陈渊 替自己的族人报仇 青葵自问 胡衰用聚灵神灯救回 天帝知道真相后想要杀死叶潭 青葵为了救叶潭自问 叶潭黑化入魔 与天界势不两立 胡衰拿出聚灵神灯告知叶潭可以救回青葵 姐妹终于又在一起了 天帝知道青葵复活后 派兵捉拿 两姐妹最终合体释放了花灵之力 打开了龟须 胡衰想做的事终于完成了 龟须彻底打开 将会毁天灭地 只是她没想到的是 双双花是打开龟须的钥匙 也能净化龟须里的混沌之力 龟须平定三界回归于安稳 而胡衰与青衡再无可能了 天帝犯下的大错 最终还是让她的儿子去还了 我只能打开了 你没想到这个儿子去还没有 你不可以打开了 我只能打开了 过去的这儿子去还没有